杜苏瑞还在肆虐但准台风马上接力 在菲律宾东方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27号周四晚间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 大家关心未来它怎么走 从美国和欧洲模式来看 两者路线相近都预测卡努大致往西北朝流球方向前进 目前欧洲跟美国这两个有之一同 像我们之前杜苏瑞台风两个差很多 但是这次对第六号台风可能会发展的第六号卡努 还蛮一致的 等于是说大多数是往浙江或是往上海附近接近 日本气象厅也关注准台风卡努 路径出炉显示以时速15公里往西北方向移动 预估从台湾北部扫过 日本冲绳首当其冲 另外脸书天气粉砖也分享 预计下周出到冲绳附近 会不会扰台目前还早过几天再看 表示五天后的误差范围还很大 如果台北方高压突然增强 往这个西边压过来或往南压过来 它就会有比较多接近台湾的机会 因为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可能是下礼拜三礼拜四 目前西太平洋海水温度高 有力台风继续发展增强 但路径不确定性还高 要看太平洋高压强弱 大家提醒要看卡努未来多靠近台湾 可能影响北部海域 不排除海景 甚至也不排除擦边北台湾 西北太平洋台风一年平均25.4个 今年才来5个 即将出现第6个 未来台风密集都还算正常 接下来卡努路径不确定性大 但北台湾要特别留意 TB的新闻江山文 红军委台湾报道 溪水暴涨 大量土石被冲刷下来 全部往道路上流 土石来得突然 滴挖带严重淤积 消雨车开过去 瞬间激起大量水花 这里就在花点台九丙县 26号晚上 北端大量土石崩落 暂时封闭 公路局立刻派遣人员到场 请工人一早持续作业 现场派出山猫将树枝 落叶轻堆到一旁 早大差不多有十多颗 十多颗啊 所以你们从两点钟就开始 从那个 晚上八点多就开始了 还有落实啊 花莲县各六个乡镇 列为土石流红色警戒 包含秀林乡 寿风乡 万荣乡 富里乡等 而花莲市 吉安乡 瑞穗乡 以及玉镇 则是黄色警戒 截至清晨为止 预防性撤离 1455人 因为这边常常发生 几乎只要好雨啦 台风啦 就是会发生 这种土石流的状况 台八线117.4公里 官员段持续崩塌 陆基掏空下线 玉里六十淡山 连外道路也有土石崩落的状况 阿梅西 溪水参杂的泥沙 十分团积 而台风渡苏瑞 虽然没有登入 仍不可轻忽 他的威力 山坡地出现严重土石坍塌 几乎占据整个道路 怪兽从一大早开始 动作几乎没停下来 进行清淤 土石不断从山坡流下来 掺杂者大量泥沙 这里就在台东关山台 而实现171公里到198公里 力道致出来多处地段落石滩方 进行进行抢修最快 预计27号下午三点通车 而台风持续影响 台东复岗渔港先取巨浪 更是突破堤防打入港区内 造成船只损坏 两艘雨船在水里再沉再浮 随着海流左右飘移 只剩下船头露出海面 一早还迅速来电通知船长才知道 身材工具沉入大海 好无奈 降雨降太大排水排 应该啦 排不及 目前不知道船只损坏有多严重 只能初步估计 毕竟出海跑这么多年 第一次遇到船只沉入海中 希望三个单位能出手 援助把损失降到最低 再来看到知名景点 陆野高台低洼地区再度积水 成了热气球加明湖 一整晚好大雨没停歇 台东市区水渊半个小腿高 目前尚未退去不止民宅连菜园通通泡在水里 虽然杜苏瑞没有直接登陆 对东半部地区带的影响不容小觑 26号台东县包含金峰乡 泰玛里乡达仁乡 严平乡预防系撤离517人 端端不到24小时 各地陆续传出灾起 接下来得等好天气后才能进行经理 台东采访报道 田净场怎么会出现滑水道 一大群高中足球队员玩到停不下来 好了不要开玩笑了 走了 因为大雨让花莲每轮田净场 水来不及排出去 队员们台风天还得照常训练 于是稍微停歇赶紧换点练习 这是他们苦中做了的方式 当然还是得注意安全 毕竟花莲现在天气非常不稳定 什么时候下大雨真的无法雨测 说到杜苏瑞中台的影响 花莲整个早上都已经发布了超大豪雨特报 不过都还是在下现在这样间歇性的大雨 不过就是也因为连日的豪雨 让土石流的红色警戒 从原本的16条河变成25条 就像这样一大早雨下了非常大 车子开阔还见起水花 但过没几分钟又转成小雨 不过也造成七脚川溪水位上涨 河道变成原本的两倍宽 海边浪高达两公尺 尽管如此都是间歇性的风雨 山山上村长们真的不敢大意 一大早就起床了 一大早我们就进行是设计的山路 有没有那个土石流都还OK 都稍微了 类似的预防措施 还有玉里纳桥 收购软西西水位暴涨 水位聚量下仅两公尺 若雨水持续上升 可能实施预警性封闭 谈开数据就知道有多惊人 根据气象局统计 花莲县24小时累积雨量 几乎都集中在复里 前三名的观测 竟然复里580.5毫米 再来是老西516毫米 以及明里500毫米 虽然现在没有狂风暴雨 但居民们也都是绷紧神经 在台风还没走之前 一点点都不敢怂险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大雨造成山区 吸水暴涨不断往马路上灌 原本可以通行的小路 完全被淹没 这原本本来就有一条路 通到对面 它整个土石都把它塞住了 所以现在都走路面了 直接拉起封锁线 避免民众误闯发生危险 这里就是台东沿平乡山区 距离市区大概30公里 随着台风渐渐靠近台湾 雨是相当惊人 山区也开始下起雨 26号傍晚收到黄色警戒 撤离44人 而在27号凌晨收到红色警报 强制撤离居民 总共52人到收容所避难 在沿平乡的这个山区呢 洪水呢 山上的洪水又全部冲下来了 而且呢其实这条呢 是原本就有出现了一条道路 但是呢因为这个洪水的关系呢 它就直接把有路变成没路 所以呢其实当地的村长啊 也表示说呢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情形 而目前溪水持续暴涨 完全没有缓和的情势 港村在57年就发生过土石流 不过呢我们 因为我们的水保工作都做得很落实 那提防的工作这个还蛮稳固的 过去是有 这个只要是超过300以上的 毫里的我们的这个水量 几乎是有这种现象 已经四年没有台风了 但还好平常居民都严练养成观念 在紧急时刻有效疏散结备 而有部分春落凌晨停电 到27号早上7点多复电 居民都已经到收容所避难 安全无余 TVN新闻花站神刘景元 刘廷提验身份台东采文报道 加油站泡在水中 这奇景就在云林四湖 博子辽渔港 云民说不用台风 只要大潮 加油站就变成水池了 也因此加油站闲置废弃 拉了油管道岸边 只提供渔船加油 淹水是因为地层下陷 上午虽然没有明显的风雨 但是云林也在台风警戒区 博子辽渔港因为地势低洼 每逢台风一定淹水 这一次又碰上涨槽 风雨还没来 加油站又变水池了 竹牌慢慢开进 渔港载着好几大篮的牡蛎 这是台西柯农一大早 趁着没有风雨天气状况还好 把握出海的机会抢收牡蛎 赶在风雨来临之前 能收多少算多少入带为安 渔民看天吃饭 即使躲台风没有出海 也要把生财气聚顾好 原本停在外面的渔船 开进来避风确保安全 口湖乡台子村渔港 渔民趁着最后阶段来巡视船只 拉紧麻绳加强固定 还有原本停靠在渔港外围的船 都开入港绑好 免得渔船因为台风受损 渔民防台准备不敢轻忽 虽然卫界明显的风雨 就怕是风雨前的宁静 TBS新闻张崇敏无数评 原理报道 巡防艇缓慢停靠港边 状况紧张 因为岸上已经停放了一辆救护车 上头载着的患者得立刻紧急送医 三名人员拖拉单架 要把人送到艇上 直接患者情况危急 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全员一刻都不敢松懈 就算海上不佳 浪狂打也是要跟时间赛跑 就是因为中台杜苏睿来袭 屏東东港往返小琉球的客船 26号起停驶三天 没想到首日上午八点多 琉球乡卫生所人员就通报 一名黄姓乡名副魔研 合并拜卸性休克 需要后送就医 高雄海巡队获报后 紧急出勤接驳 11时15分 病患安全抵达东港安检所码头 转搭乘救护车 再送至安泰医院就医 家属对海巡人员协助 申表感谢 小姐 你看都搞的 你给他怎么了 一切顺利落幕 毕竟这回台风侵袭 民航船全都停航 但运上人民当前 就算冒着风雨 也要安全护送 TVBS新闻 叶凤达 张立玲 李建伟寻听 屏東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